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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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白及菩提心 住菩提心故称白住处 此菩提心由佛境界生 常住此处能生诸佛 此观音墓及莲花布之主 莲卧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因以小王身得度者 即献小王身而未说法 此尊合掌盘坐鱼 由青池中长出之莲花坐上 为三十三身观音内的小王身 披育如小王尊贵之身 坐卧莲花上班 龙见观音 此尊献火坑变成池之身 安坐断眼上观看瀑布之姿 又名飞瀑观音 观瀑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假使心亥意 推落大火坑 念笔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为其由来 施药观音 主治众生身心病苦的观音 普门品济云 观世音静盛 于苦恼死恶 能为作医护 其像坐于水旁岩石上 右手撑甲步 左手插腰 凌世莲花 鱼兰观音 其形象手持鱼兰 或承其大鱼 泄起源于我国唐代民间之信仰 现今盛行于日本 德王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因因以泛王身得度者 即现泛王身而未说法之观音化身 盖泛王乃色界之主 其德殊胜 故称德王 世作流通之相为夫作严上 左手安置于其前 右手持阳柳 水月观音 水月观音 又称水吉祥观音 水吉祥菩萨 使观世音一星观水象之印化身 此尊为白衣形姿态 站立在飘浮于海面上之连半上 进行观照水上之月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辟之佛身 这里的水中之月 被用来比喻 般若波罗蜜多星晶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佛教义礼 一夜观音 右座连夜观音 南海观音 因观音大事 乘一片连夜浮于水上 故有此名 相传日僧道元 自中国规返日本途中 遇暴风雨 使道元于船上莫倒 呼见大碑尊乘一连夜浮于海上 风浪碎纸 即登岸 苛其所读观音下 安奉于南海普陀山观音寺 以此故有南海观音之号 清谨观音 若有众生念此观音 则可远离不畏恶难 得解脱诸苦 以此尊观音为本尊 其愿除病灭罪 严命等而修之密法 称清谨观音法 清谨大碑念诵一鬼仔 其相为三面四倍 色持之物为杖 莲花 轮 螺 四种 深色为红白 景为青色 表烦恼及菩提之意 威德观音 是折服之威 和摄取爱护之德兼备的观音 浦门平有 因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 即献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乃其由来 天大将军威德权备 故名威德观音 法相所惠姿态 以左手执金刚处 献折服之威 右手执莲花 作炎时尚 严命观音 此尊能消除咒诅及毒药 令众身严命长寿 故称严命 观世音菩萨谱们品云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笔观音力 缓着于本人之象征 法相慈悲柔和 莲花月轮片助元光 身着阴落 妙满及天衣庄严 仲宝观音 右手扶地立左膝 左手置于其上献安稳下 为三十三身观音内的长者身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为求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珊瑚 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其船网 飘躲罗刹鬼国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乘观世音菩萨名者 使诸人等皆得解脱 罗刹之难乃其由 阴护观音 此尊端坐阴窟内 欣然欣赏水面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玩舌及腹歇 气毒焉火燃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因这些独虫 夺盘踞洞穴内 为免其出动危害众生 观音因此坐镇炎窟中保护众生 能静观音 能静是使波浪平静之意 也表能灭诸有苦 能静观音 因能救护遭难者 使得平静安稳而得名 为海陆守护神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或漂流巨海 隆于珠海难 念笔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阿怒观音 其象为坐于岩上 而坐观海之状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或漂流巨海 隆于珠鬼难 念笔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盖以巨海 隆于 与阿怒达持有因缘 故称阿怒 阿怒提观音 即无畏观自在菩萨 形象为三目四倍 成白狮子座 面向左方 头上戴宝观 以白莲花为庄严实 前二手支持凤头之空喉 令左上之手掌脱模结鱼 右上之手持白色吉祥鸟 左足弯曲于狮子之顶上 右足垂下 同神发光艳 面貌慈祥 夜衣观音 其形象以夜衣观自在菩萨经 为天旅行 戴宝冠 冠中安置无量受佛 是有音乐即环串 火焰环绕 通生圆光 共有四倍 有第一手当凶 持吉祥果 第二手结诗愿印 左第一手执乐斧 第二手握卷锁 左莲花上 自幼以来 以子菩萨为本尊 消除异病 处异 劫贼 苗架 虫等 且休息祈祷无病长寿 成夜音观音法 琉璃观音 又称高王观音 香王观音 观音双手捧琉璃香炉 礼连伴上 清拂与水面 为三十三身观音身中的自在天身 多罗尊观音 泛名多罗 亦为旧度 故佑名旧度母观音 使多罗菩萨应现 法相微笑 折仙百依 首有法迹 做天际行 直立云端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云 或执怨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笔观音力 贤吉祈祠心 为此尊由来 晶云 此观音 入朴光明多罗三昧 以三魅力 从幼木桶放光明 光中献妙女行 主书圣妙三昧 以无价至宝 庄严身体 能除众生苦恼 又是一切众生喜悦 遍入诸佛法界自行 格力观音 以其坐于格力中 故有此称 此乃起源于唐朝以后之信仰 非经轨中所在 据佛族统计卷四十二 唐文宗开成元年条记载 唐文宗使格力 有避而不开者 乃分相导之 格力忽变现菩萨之行 帝乃召中南山为正产师 问此应由 后并昭告天下四月 李观音响 此为格力观音 信仰之滥伤 普遍为愚民损重信 六十观音 取观音大悲甚深 于昼夜六十 常哀悯忽念众生之义 故称六十观音 表观音三十三身争之居是深 一般流通者为立像 右手持饭切 普遍观音 相当于法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在 因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 即现大自在天身而未说法 直观音化身 其形象为两手隐藏于法衣 而向前下垂立于山上 大自在天乃三界之最高神 以其威德殊胜 而配以观音平等普遍之慈悲 故称普悲观音 马郎父观音 及余兰观音 此尊法相则为匹天衣 两手成立 为三十三身观音身中的妇女身 合掌观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欲 若多称慧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称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礼痴 今云 虚心无念合掌 观世音菩萨便会显现于三昧境界里 此尊法相为合掌立于连台上 乃三十三身观音中的婆罗门身 亦如观音 观音坐在云中莲花座上立左膝 现征服雷殿之姿 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云雷古彻殿 降薄数大雨 念彼观音力 因时得消散 一 吉不二之义 如 吉不义之义 以一如之观法 雷殿与观音妙制 乃不二不义 不二观音 此观音成一片连叶浮于水面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直金刚神身 直金刚神乃佛的守护 也是佛的化身 以其本不二之义故名之 持连观音 法相双手只持一金莲花 观世音菩萨都以莲花为本事象征 以未开或以开莲花为持物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应以同男同女生得度者 极限同男同女生而未说法 为持莲观音由来 为三十三身观音中的同男同女生 灑水观音 此尊是择手持净平 右手持阳柳枝 立于地上灑水之菩萨 虎门平友 悲体戒雷阵 此意妙大云 如甘露法语 灭除烦恼焰 灑水是一种灑着香水 念诵应词 加持净化的修法 以性静之解香 合合性静之杯水 撒片法界众生性静之心地 灑水开发一切众生佛性 为灑水观音之誓愿 音乐 混乐 地enti询 点读解动音乐 阿珠大悲 说首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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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近了三宝 进入佛陀的心 所以希望各位 多关心